女郎六大魔兽得到了重磅发挥 两大顶尖得分王超越了自我 大大上的正威2米27的神童 我们女郎未来击败美国队只剩时间的问题 我们重点跟大家聊一聊三个点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我们中国女郎接下来巨大的发展前例 以及独贯的未来巨大的信心 第一个点 女郎现在有六大主力在WCBA的大战当中证明了自己 那么其中在近段时间 四川队跟内蒙古战队的大赛 哪怕说最终作为未美冠军的 也就是内蒙古女郎 以105比94赢了11分 赢下了第一层的比赛胜利 接下来的总决赛还要再打 决出最后的总冠军 而内蒙古战队跟四川女郎 这两支战队一直以来都是作为WCBA队伍当中 最强悍的两大战队 到底谁能够赢下比赛的冠军呢 其中有六名主力展现出了巨大的天赋水平 尤其是包括了在团队当中 得分数据最高的两名得分王 更是让大家刮目相看 谈到女郎当中得分最优秀的球员 直到现在大家都会纷纷把注意力放到李梦 还有放到两大中锋 杭旭李月汝的身上 然而在本届的WCBA比赛当中却诞生了很不一样的潜力股选手 其中分别是球队当中的杨立伟以及黄思静 提到这两名选手呢 确实都在得分选手当中打得最为突出了 同时也能够展现出我们巨大的发展潜力跟水平 因为黄思静跟杨立伟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女郎正威大力培养的球员 过去呢 作为我们女郎战队的得分王是李梦 那么现在呢 更新晃代了 变成了黄思静跟杨立伟 两人合抗了整整50分 成为女郎队伍当中最耀眼的年轻选手 接着呢 李梦也有11个助攻 最关键的有18分进展 李梦的得分能力依旧超群 还有呢 王思雨 全场居然轰出了25分 同样也是跟我们的黄思静杨立伟一样的分数 除此以外呢 两大中锋的巨头包括了杭旭 以及我们的李月如 那么其中呢 分别扛下了24分 还有16分 特别是李月如啊 篮板球居然有12个 更是让大家备受关注 因此呢 我们女郎一共有六大中锋前锋跟后卫线的得分选手 以及呢 防守篮板球非常优秀的潜力股出来了 我们女郎总体的阵容依旧相当的庞大 实力依旧非常的坚挺 第二个点 女郎现在的阵容 在正位的带领之下 变得更加的完美了 尤其是得分王方面呢 有两名选手非常值得关注 那么其中第一位呢 他就是李梦 虽然说李梦在内蒙古跟四川的大赛当中 得分不是最高 但李梦他凭借超强的助攻球 11个拿到了18分的数据 另外呢 他不仅给到整个团队很好的助攻 个人的得分数据更是相当超级 去哪里找到这样优秀的顶尖选手呢 李梦就是我们优秀的一名前锋 因此李梦呢 也就是我们女郎最值得依靠的得分王 除此以外呢 其实还有另一位王思宇 他的得分能力更是超强 在过去的大赛呢 王思宇当场可以得到40分 现在的国内大赛 当场照样拿到25分 而且这还是WCBA的总决赛现场 因此王思宇这名顶尖的后卫 搭档上了我们优秀的前锋李梦 两大得分王将会成为我们女郎 未来最值得依靠的得分选手 也是我们女郎呢 在国际大赛也好 在国内大赛当中叱咤风云的助力 最后的第三个点 郑威主教练还打造出了两米二起的神童 而且接下来的大赛将会具备更加强大的爆发力 帮助我们在国际赛场当中完成梦想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目标不当是在国内打得很优秀 而且要冲出亚洲打炸更加强大的世界级别的一流战队 果不其然呢 在过去的一年 我们中国女郎就拿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 仅仅排在了美国队的后一名 而直到现在我们迎来了超越美国的重磅希望 迎来了勇夺世界第一冠军的这个信心跟底气 因为郑威主教练呢 他重点看上了我们女郎两米二七的神童 他就是张子宇 张子宇这一名来自山东非常优秀的中风巨头 他更是被姚明呢给重点提拔上位的 据了解呢 我们的张子宇已经被纳入到了中国女郎的特训队伍当中 他跟随女郎呢展开专业的特训 展开非常职业的培训 将会让他的打法变得更加全面 更加的跟国际化来接轨 而且随着我们的中风有两米二七的巨头 未来在内线基本上达到了称霸的水平 因为姚明也是只有两米二六而已 我们的张子宇甚至年仅15岁就比姚明高了一厘米 个人的当场得分数据居高去到68分 另外呢也有当场62分 两场大赛轰出130分 如此惊人的得分数据 让我们的张子宇成为女郎未来绝对的顶狼主 女郎未来有了顶尖的张子宇 大大上两米零七的行序 而且中风层面我们还有新榜本的小鲨鱼 李月如 三大巨头李梦再加上了王世宇 这两名得分后卫 可以说呢 一共形成了五套核心的人员阵容 将会具备绝对的爆发力 在国际大赛击败美国 拿回我们的世界冠军 在我个人看来 女郎赢下世界冠军 超越美国只是时间的问题 你是否看好 留言分享出去 说说您的想法 感谢大家